柳定爱这次要来公开一道完整配方 川菜中代表性的凉拌菜 夫妻废片 首先锅中加入开水 下入牛腱肉一块 牛肚一块 牛腥四分之一个 对食材进行汆烫定型 煮三分钟捞出备用 把牛肚表面的油脂去掉 牛腱肉从中间切一下刀 这样在煮的时候更容易熟透 牛腥上面的肥肉也要去掉 然后把这些食材再放入锅中 加入大葱40克 老姜20克 花椒5克 山奈和八角各两颗 香叶3克 干辣椒10克 加入高粱酒20克去腥 白芷5克 去子的草果1个 最后加入桂皮和小茴香 各5克 用小火净煮一个小时捞出 接下来准备一点带皮的芝麻 放入锅中 把芝麻炒熟 嫌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买现成的芝麻 准备香茄200克 切成段备用 准备香菜10克切段备用 准备大蒜30克 排骨剁碎备用 准备生辣椒10克 剁碎备用 把刚才煮好的牛腱肉 切成薄片 备用 牛腥也切片备用 牛肚斜刀切片 切的时候尽量切薄一点 切漂亮一点 方便摆盘 接下来开始摆盘 准备一个碗 把切好的牛肉 牛腥 牛肚 依次摆入碗中 为了漂亮和美观 把好看的摆下面 比较碎的摆上面 摆好以后 把刚才准备好的芹菜段 放入碗里垫底 接下来开始调制酱汁 加入盐3克 鸡筋5克 味筋5克 复制酱油20克 香醋10克 煮牛肉的圆汤200克 冷开水100克 加入生辣椒 蒜末跟花椒粉2克 滑椒油5克 香油适量 辣鲜露65克 逆制红油50克 逆制红油和复制酱油 怎么做 有点爱 之前都有发 不是我的粉丝 一般我都不会告诉他 最后 加入熟芝麻10克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盘 把刚才摆好的废片 倒扣在盘子里面 这样摆盘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和好看 淋上调好的酱汁 最后 再放上香菜 装饰一下 一道没有废片的 夫妻废片 就做好了 这样大家学会了吗 麻辣香料 欢迎上网搜寻 柳丁爱 麻辣卤味 辣椒 辣椒调味料都有 官网加入会员结账九折